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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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聽 陷yor666 新一集回到來 照舊有我 大王 大家要記清楚我們幾個名字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接下來的下個月,即是8月份, 如果聽眾說我8月才聽你這集,即是恭喜你,現在這個月份就是了。 如果是9月才聽,那不好意思,上個月就是了,現在已經時間已過去了。 總之我們接下來的8月就是我們的YPR,即是我們網台的四周年台慶。 所以呢,在接下來的台慶之前,也會有一些台慶的活動玩一下,即是一連串的台慶Event 玩一下,跟大家聽眾。 首先第一彈就是送CD,因為如果你有加入我們YPR綜合吹水區,你就知道怎樣搞。 這是一個很吹水區限定的活動,所以你可能說我又沒有加入吹水區,不知道怎樣搞。 好喔,那你就可以裝進去,找到的就知道怎樣搞。 其實已經有第二彈了,第二彈就是我最喜愛主持的投票選舉,票選。 現在就在吹水區上面,你已經看到有個票選投票投進去的了。 我們幾個名字應該在上面,所以剛才說你記住我的名字就可以上去投票。 這個感覺你不用記住我的名字,記住搞笑的名字就可以了,投他一票。 因為我是主持的會自己投票的,我有一票,我有投搞笑的。 最重要是投大王。 我投了你啊,考笑。 最重要是投考笑,你不用投我也可以的。 那一場聽眾真的是,票投啊考笑。 票投考笑。 然後呢,如果大家,如果考笑拿到第一位,他會送這份考笑親筆簽名上一張。 然後聽眾說我不要選擇,不要投啊。 不要啊,不要投啊。 認真的,不要所謂啦,你投誰都OK啦。 當然我只要說,我已經把我神聖的一票投給考笑。 不要緊,我神聖的一票都投給你。 謝謝啊。 那竹手王,我看到有票是有請眾,你都投給你了,實在是嗎? 謝謝,謝謝。 你有空上去check in,或者你投一票給考哥吧。 我會投票給他的。 這樣這個就叫第二彈,第三彈在我們早兩天出街的動物戰隊就公佈了。 那就是一個聽眾錄音給我們的活動。 這麼好啊。 那聽眾就可以錄一段聲音,然後就透過Facebook,可能inbox給我們吧。 就發一段聲音給我們吧。 我在那個時候的這個八月的節目,這個特別節目應該說, 萬千仆街賀台令2017,就會播出大家。 我超知,如果說聲音太多了,就播不完,當然不是吧。 如果說聲音太多了,我就可以播出來,然後再聽聽聽。 大王公平一點點,你會先剪他們的嗎? 不剪,不剪,聽眾的聲音不行就不剪的了。 然後,和阿新叔好像,這個可能要看我們Facebook那邊這樣弄。 還有可能有機會有些抽獎,或者什麼票選,可能會有禮物派遣。 所以大家上去吹水區,上去我們的Facebook那邊,就可以上去見相關的資訊。 新叔派禮物,會不會是關於番號那些? 不是,不是實在一點的,總之在想在這次的台會中就送出禮物了。 有沒有靠過CD的? 靠過,他什麼時候錄過CD的? 你把椅子,把他輯錄成一支CD,就很好賣的,放心吧。 不如幫我錄一支CD吧。 我不用。 我做Mix啊。 全部唱這個阿穩光這個嗎? 你唱什麼都可以啦。 之前我們開麥克風的時候,有觀眾說很好啊,靠笑的歌。 你剪吧,包你大多人參加吧。 我的聲音很好嗎?我真的不太覺得。 OK啦,真的。 那我講公道一點,我家人聽到你的聲音,就說, 哎,聲音蠻像心味啊。 像心味? 不是像心味,意思就是好像電台DJ的聲音。 對啦,電台DJ那麼有力量。 像心味? 對啦。 我現在不,我現在靠哥厲害一點,靠哥威震。 靠哥厲害一點,心味那些。 回來啦我們,好嗎? 對啦,總之一句都說了,靠哥好,靠哥厲害。 對啦。 那我們就叫交鋼琴和抽完靠哥水啦。 不是,歌中人是靠哥。 歌中靠哥,真的。 我們今天回來的題目,我記得之前兩集都有關建築物的故事啦。 可以說,今天可以說過不是說實一個建築物或者一個地方的。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題目來的。 而今天這個題目呢,就可以說一些跟醫療相關的地方。 對啦。 當然這些所謂的醫療設施啦。 其實可能在他還在運作的時候,始終因為一個醫療設施,就總是會有人在裡面,即是叫離去啦。 可能在他運作的時候,其實也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傳聞出來啦。 而當這些醫療設施,可能一個不幸運,有一些經濟原因也好,各方面也好, 最後是廢棄了的。所以今天我這個集數就是講一些醫療設施相關的故事,或者是傳聞啦。 大王,你這樣說是不是有些前設先? 你知香港呢,這陣子大家有看新聞呢,都知道這陣子的醫院呢,已經有很多事故的了。 那又不同的,不同的。 即是你沒有前設的? 沒有,沒有,真的沒有前設。 沒有前設,沒有前設,這麼巧而已。 因為醫療機構,你估物論有沒有所謂事故那些,其實始終總有人在裡面走的,所以會有很多這些傳聞出現。 但最近好像很恐怖,好像一個星期四十個人走了那樣。 對,很厲害。 因為流感。 對,對,對。 如果你說說一些有歷史背景的一些建築物,那包括醫療機構,你講回可能久一點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故事,有些可能就會關係一些以前的傳聞。 即是來講外國,有些傳聞那間醫院以前懷疑做人體實驗的。 然後有些可能有歷史的建築物就說,不是,可能是曾經在那裡做生化研究的。 然後有些建築物會有額外一些故事再多了。 而在這一類的建築物裡面,其中有一類都幾多一些傳聞,甚至是改編過做幾多的戲。 或者是幾個文本創作都是這樣而出來的。 那就是精神病院。 今天不是只說精神病院,但是裡面有藥乾的地方都是精神病院來的。 例如最出名的禁閉島,那些都已經說。 你說好像美國恐怖故事,好像有些事情都是講精神病院相關的。 精神病院,我都大概看過幾集的。 它裡面都是,一開始都是先講靈探的。 然後之後就有些什麼笑面殺手,還是什麼鬼的那些。 還有現在有一隻遊戲也叫精神病院,恐怖精神病院。 奧拉斯,即是達國玩到賴屎那一隻。 那一隻也很出名的那一隻。 因為奧拉斯,第二集其實它又落了一些Jones Town那些東西。 是,迪基督。 是,他玩那些東西,但是第二集的遊戲也爛了。 不過今天不是講遊戲嘛。 是,沒錯沒錯。 而第一集它講精神病院,其實那時候就關回另外一些計劃事。 但是因為那個計劃,我記得之前我有集數好像講陰謀論, 還是講傳聞那些有時候講過的。 總之都是關於一些研究人的腦袋那些實驗事。 當然一研究這些,你講到不是說現在的醫學研究。 你又想像港大醫學院那一隻研究,研究到差不多一刻就整份report出來。 整份論文出來,發佈學術界。 整件事想起來都很和平的嘛。 聽起來了。 整件事很學術的嘛。 那些醫療研究就未必如大家想到那麼多。 那當然,醫療研究那一會兒再講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就講全球不同的地方嘛。 那你叫做第一站,應該先講回我們自己的地方吧。 講回香港先吧。 而我第一個要講的醫療機構,就是一個非常之多人認識的地方。 基本上每一個香港人都會認識的地方。 而這個地方的前身也是精神病院來的。 俗稱為高階鬼屋。 講到他的建成年份呢。 是1992年的,我看資料是非常之久。 他最初建造這個地方用來做什麼呢? 都是用來做精神病院的。 但是奈何之後,為什麼會成為鬼屋之類呢? 因為很多事情都發生過。 首先精神病院。 因為我想現在大家想的精神病院呢。 這個概念上有時候就會做到哪裡呢? 做到好像回魂夜的東西,記不記得? 就是先講看暗報的東西。 你記得他不是去找周星馳的嗎? 他找周星馳就入了一個他所謂的青山精神病院。 其實那裡不是青山來的,那裡是某個度隔村。 老人中心那些。 那那裡呢?其實他進去精神病院。 裡面就好像有一班傻傻傻的的人到處走走走走走走。 整班人說愛因斯坦。 然後又不知道說什麼相對論。 總之整班人傻傻傻的那裡。 那裡好像很歡樂的。 應該這樣說吧。 其實我懷疑他那些。 就是回魂夜那裡。 他可能真的取出了一些真實的資料。 我聽說青山醫院呢。 就是青山精神病院呢。 他說他探聽那些病人呢。 就是那個病人說話。 聽下去呢。 是完全聽不到他講什麼的。 那有一次他醫生就錄下了他。 他錄下之後呢。 就調轉那些東西來講。 調轉來聽。 就是調轉來聽。 原來他講的東西呢。 是一本聖經的內容。 那當然。 我想應該回魂夜那一套東西就。 可能取材一點點。 我就覺得應該有什麼。 又或者是疑惑吧。 疑惑而已。 因為回魂夜那一套應該就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用心去揣摩。 那就是。 他純粹裡面有一幫人好像很開心地說。 根據什麼相對論來講。 不知道什麼。 他裡面是。 總之說好像一幫人傻傻傻。 但是你想回精神病院。 現在大家就想裡面會是給你治療。 是的。 就是用藥物控制。 或者做情緒輔導。 去跟你做治療之類的。 但是回歸回去。 剛才說的。 他起的那一百九二年。 嗯。 其實你在十九世紀那時候。 你說的那個年代。 那些精神病院就。 不一樣。 相信不是你想的那些和平方式。 真的。 你看到很多資料都會說。 其實當年來講。 他的精神病。 就算是在環社區。 還是在外國人那邊。 其實都不懂得如何應付。 他也不懂得如何治理。 甚至是他沒有一種治理的概念。 又或者這麼說。 因為他沒有精神病的概念。 最重要是。 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精神病。 我們有前幾集是講了一些實驗類的。 都會有界定的。 不過你到現在。 都不是前幾集就好。 是呀。 很久之前。 所以現在你的所謂界定精神病。 也有一點點難度的。 以前精神病的界定就比較像瘋了。 或者說話前言不對後語言。 有一段時間會認為是撞邪。 是呀。 就不認為是有精神病。 反而現在好像將精神病。 即是想去污名化。 即是好像。 香港呢。 每七個人都有一些精神病的問題。 或者是情緒病問題。 即是類似是說一些。 其實香港人很多。 即是怎樣說。 即是類似是很普遍的。 是。 即是想將那件事。 不要。 即是好像說到他很恐怖。 這是令到公眾不會恐慌的。 其實情緒病呢。 以前的人都會當情緒病是精神病的一種。 所謂的近年才會分開了一點點。 應該是分類別分細了。 那當然他有時候說很多東西。 即是說。 不是那麼恐怖的東西。 那都是令到公眾不會有太過大恐慌。 那這個有需要是需要的。 才能夠接受到。 還有不會有那麼多錯誤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在說如果是說。 一、八、九幾年那時候。 那絕對。 如果不要說概念錯不錯。 直接沒有概念。 甚至是他沒有。 所以他好像沒有精神病概念。 也沒有一個治理的概念。 最重要是。 那對他很多時候。 那些所謂精神病人會怎樣處理呢。 一般來說可以說是困住他們。 難聽這些說句呢。 直接是困死他們入面。 就是困到他們的死為止。 那也有些傳聞。 當然這些就是都市傳聞。 或者叫做文本創作。 甚至乎會強行把那些人當是瘋子。 即是有人說。 我很討厭靠哥。 然後想辦法整個說。 這個瘋子。 這個瘋子。 然後就等他們困了進去。 也有這些說法。 有這些傳聞。 所以這些叫做困了進去。 也沒有辦法讓他們出來。 是。 但是這些傳聞實在哪個地方的精神病院都有說過。 是。 是。 也有這樣說。 所以只要說在裡面都。 不是你想到那麼慢慢治療他們。 所以想到環境都相對差。 甚至乎有些傳聞就說。 可能有些精神病人是怎樣。 可能在裡面撞頭死也有。 也有這些說法。 所以都。 那時候來說精神病院這件事都。 可以說和恐怖的那件事。 好像有等好的感覺。 應該這樣說。 假設你對一個精神病人。 一兩個都沒有問題。 那你想一下那些工作人員。 我不是說那些工作人員是怎樣。 你當工作人員對著這幫人呢。 你怎麼能定得順呢。 我當你的精神病人走進去。 對著這幫人。 當時沒有這些藥物治療的。 當時你也不懂怎樣應付。 那你說我當10個工作人員。 對5、6個都可以輪流休息。 但是你知道精神病人是越收越多人的。 是不會越來越少的。 是。 那當你。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可能會有人說不合理。 這件事是這樣的說法。 但我剛才說沒有治療的。 是的。 就是正常的。 為什麼醫院會。 就是醫院現在應該很爆發。 是。 你要明白醫療機構就是。 有一幫人進去。 然後有一部分治療好了。 或者甚至有些不幸少少人不在。 然後有一些叫治理好了。 那他們就出醫院。 有另一幫人進去。 那你變了不會說被捕爆了。 沒有出。 就是他水樽現在是有入沒有出的。 嗯。 那變了。 現在有一件事就是。 沒有人治理出來。 是。 變了裡面越收越穀越多人。 那你說裡面那幫人。 成長多大精神壓力。 是。 那當你的精神壓力如果。 如果精神病有什麼事呢。 那你肯定。 那些是。 那些是。 那當然如果說之後這個建築物。 那甚至乎在日治時期。 即是要打仗那陣子。 那陣子那陣子。 那甚至說建築物裡面也都被。 都有一些說法是被入軍。 即是拿來。 就做行刑的地方。 是的。 還有他前面有個叫佐治五世的公園。 都是都市傳說。 說以前那些是亂撞綱。 那甚至有些人說。 就說那區的居民。 即是老一輩就說。 那個公園小心一點。 即是都。 下面你總是踩著那些骨。 他有這樣的概念。 那些老街坊所謂會這樣說的。 那如果說在那個地方有沒有一些傳聞。 那就一定有的。 例如說他還在運作那陣子。 可能裡面有一些白影經過。 有人揮手。 甚至說晚上一陣子就有一些日軍在操兵。 也都說了。 那也有些人說開車經過那陣子。 就會聽到裡面有一些人在喊的。 但是他有一段時間是荒廢了。 他荒廢了那陣子有人喊的。 那就覺得這件事非常恐怖。 那當然也有些人說其實就不在那裡。 因為有些人說他曾經是荒廢了而已。 但是荒廢之餘其實附近還有一個精神病院。 就是華人精神病院。 因為兩座都相距不遠。 所以有些人說那些叫的聲音就未必是來自高階醫座精神病院。 其實是來自華人精神病院那邊。 也有人這樣說。 但是叫做這個高階鬼屋就在那一區的居民就絕對存得多。 但是為什麼會好像越傳越厲害。 甚至有一段時間有很多人去靈探呢。 相信都跟某一套電影有關的。 曾經有一位,現在叫居士,有沒有記錯。 那李先生,不說誰就不說實了。 總之有一位李先生,曾經拍了一套電影叫大迷信。 那裡面那套電影真的我用的字很溝通。 我跟朋友看過呢,我中間是笑過格格聲的。 反而我沒有看過那套電影。 那套電影真的很好笑的。 他在中間那套電影真的。 他講的就是,如果你用另一個去搜集很多不同的民間傳說。 或者有關所謂的他有關的謎論迷信。 或者有關靈異小姐的事。 譬如說那邊有什麼鬼呀。 那邊有狐仙傳說呀。 然後台灣那邊又不知道有什麼作法方式呀。 然後有一段,有一個阿婆就說幫人驅邪。 他叫做狐仙 правда神像樣。 那邊是那種猜狐仗。 就是幫人驅邪的那個。 然後找了一個小孩,為一個一下 komun nécess PhD 把那個年輕人打到那個人, 然後叫他來看哭。 逐邪逐鬼逐邪逐鬼,我心想被你打得好,當然要哭 最正是說,這個阿姐還有很厲害的 是不是盧蘭姐來的? 不是不是,真的是訪問了人 她說不只可以很簡單地當面幫你驅邪 還可以為越洋驅鬼 你猜一下怎麼做 拿著電話廳筒對著電話廳筒 逐邪逐鬼逐邪逐鬼逐邪逐鬼 對著電話廳筒這樣說 那時我好像跟軒哥和新宿無聊我開會在看 我笑得躲躲在那裡,那時我殺了幾個 那不是的,站在當時的年度人力高 符合常識的 但你見到那個電話廳筒逐邪逐鬼逐鬼,你很難忍笑 當然當年他搜集了很多這些東西 很認真的 而那套戲去到尾,認真的不是 實際上有些東西是批明好戲,所謂是假科學 因為他沒有去做解構的部分 只是說出來 說出來就說得好像很恐怖,好像很真 但他沒有做一個釐清的程序 那變成就不理解 就所謂是偽科學 而那套戲的尾段 其實就是居士再介紹這些 類似作邪作鬼的那些 然後就像Avengers 進去高階國行走一圈 然後就拍了一段片 走一圈下來 甚至於那段片中間還會看他 說我們現在進來 就是要安撫這個靈體 之類 如果你中間看到有任何靈體 在鏡頭出現,你不需要害怕 我現在正在安撫他 甚至有些人寫文章去某些網站投稿 有些人說真的看一看那段片 看到有些靈體出現 但這個就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只可以各自自己看 所以好像說經過那件事之後 真的多了人去靈探 但是這個地方到現在 今天不是主廣去,我們是不同地方 當然他的鬼故傳聞就一定多了 但也不外乎都是那些 可能在街附近的商鋪的人 無緣無故見到有一個穿白衣的人 站在那裡 或者有白影 有人操兵 有人叫喊 有聲音之類 有人叫喊 叫救命之類 多數都是這一類的傳聞 但是 到之後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說已經是拆了 而政府非常貼心 因為是保育 舊式的建築當然不能全部拆掉 所以拆剩了一部分的走廊位 也拆剩了一些 外的柱位 因為外面有些柱位 拆剩了一些柱位 如果你現在看到的照片 就是有柱位 柱位後面就是一座很新的 很不合格的 一座很新的建築 你怎麼說 你好像把舊式的柱位 弄在一個很現代化的建築前面 其實是 有些前面幾座柱 真的一看就知道是拆剩的 很簡單 你門口是四合院 你裡面是西洋別墅 類似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之前 有些電台節目 也有些街坊打上去 說晚上有人喊 然後他就說 其實附近真的有個女人 是精神病 每個小時都喊的 有些人這樣說 有些人這樣說 那當然 我就不知道這個真理 我不會散一碗東西 就是那頭 不過 話是說 以現在的政府這麼貪錢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不整座拆散 雖然說你叫保育 那你拆散的那一座牆也叫保育 我沒話說 他們就是做這件事 他們就是要跟你說 我們做了保育 我們留了一條柱 就有做保育 那我就不明白 他為什麼不把土地賣給發展商 他現在就用來做一個 綜合的社區會堂 因為現在的政府這麼貪錢 我覺得他不會在中國中心 有些問題 他為什麼不賣出去 這些他慢慢 就是為什麼 他一定要放在這裡 他又不想勾出來用其他用途 就是剛才你說的高階的鬼屋 就是高階的精神病院 其實香港除了青山 青山也有精神病院 其實我見過一些照片 就是以前 可能一些朋友在裡面做護士 見過一些照片 其實環境挺清幽的 那就沒什麼特別 反而小南精神病院 他搬了 他反而舊了 其實早 好像是一、二年左右 開始荒廢 現在就是吉了精神病院 現在開頭沒有什麼人知道 開頭沒有什麼人知道 就慢慢現在 就多了很多人去靈探 或者是一些廢墟宅 就是那些去那裡去看一下 拍攝廢墟的 廢墟的 因為那裡來講 相對地比較近幾年才荒廢 環境也算是很乾淨 相對於一些很舊的廢墟來講 如果你去那裡 可能會感覺到一些 不知怎樣的感覺 結果是靈探的熱點嗎 因為始終它是一間精神病院 始終有精神病院 其實基本上醫療機構荒廢了 都是靈探熱點 既然講開小聲題外話 我再講小小題外話 你有沒有記得西營盤站開了 之前大家都聽過地鐵的城市傳聞 西營盤站為什麼廢棄呢 因為高階鬼屋 嚴格來說不是西營盤站 它附近是屈地站 然後原本屈地站的後面 新原來就是西營盤 傳聞說 西營盤站起的時候 都發生過很多奇怪的意外 這是不詳細的 西營盤站開這個站 還有很多意外發生 很奇怪 甚至乎 當然 也有些人 當然 研究屈地站 很多時候傳說都會歸納 是因為去近高階鬼屋 但是其實地方有 屈地站和那裡 也不是十分近的 甚至有些所謂老街坊都說 都沒有打架那麼恐怖 純粹那個站開不成 感覺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意外那些 其他人就形容 那些意外發生得 一些都不像很正常的意外 近年工業意外特別多 我們有官方的解釋 當然 當然 也有些傳聞說 其實高階 以前的前精神病院 其實說他拆射的時候都說 多意外 是的 這個傳聞好像說 很多傳聞興起 甚至他那個地方 曾經發生過大火 所以令到裡面 開始有些位置 好像燒爛了 原本這樣 但是到後期拆射 也有傳聞說 也有些意外貧身的說法 但是當然這個地方 如何也好 都叫做拆射了 是 只剩下了 只剩下了牆 好像碑之類 而裡面已經變了一座很新粒粒的東西 而外面有一些舊的處 當然 從幾個角度看 你會覺得政府在保育這方面 當然是 大家會覺得一口笑 因為這件事是一個很荒謬的方式 但是有些說法說 其實是政府想拆掉 那這些說法 拆不完 這些港英餘業要把他拆掉 不是 一來說港英餘業 二來就覺得是順扯關 就想拆掉這地方 不要那麼多罵鬼傳 也有這種說法 但是說不完 這個估計 正說他油桶都不放過 怎麼會放過一套建築物呢 這些油桶是比較慘的 這樣我們高階的說了這麼多 只要說他現在就變成了西螢盤的社區綜合大樓 但是都是一個 一講精神病院 然後就引起很多傳聞 這個絕對是香港人中一個經典 不如我們再講一個 都是來自亞洲的精神病院的傳聞 今節先講這麼多 下次回來講其他 其實除了這個香港的精神病院 其實還可以再講一下 我們另一個地區 香港很多人都近年很喜歡去旅行的地方 來自韓國樂巴的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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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樂巴當然是來自韓國的 我反正說廢話 就是韓國 換了一句 來自有個Kimchi的 可能是北韓呢 Kamon那些韓國樂巴不是來自韓國 不是來自北韓而已 南韓而已 你這麼快就上南北韓桶 你小心點 小心點金仔 金仔很小器 金仔很小器 你這個北韓網堂說這些 其實講一個有關韓國的精神病院的傳聞 因為如果你翻查一些資料 其實你如果說查精神病院 可能是說恐怖故事 或者傳聞 如果查香港 那你一定 要查出來一定是高階座的 第二天應該說是達德小河 是的 如果說要專注於醫療機 醫療設施 他就是第一 那就第一一定是高階的 如果查南韓 其實原來有歸納 很多人說歸納了韓國有三大鬼屋 而其中一個 之前是精神病院 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南洋精神病院 而這個南洋精神病院 是一個經理路的 昆池癌精神病院 就是說我們幾個都不熟 講的地方 我已經完全不知道哪裏 我只知道韓國的手耳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但你問我實際上的位置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不 I go fucking care 韓國人 不好意思 如果你說韓國 總之 三大鬼屋 經常有人說 就是這個南洋精神病院 那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一個精神病院 我知道這句廢話 被人調理 但是 是一個網絡上 經常很多人討論的精神病院 那感覺真的有點像我這邊 好像達德的感覺 因為達德在網絡上 總是內部屋 有人說的 其實這個精神病 就是荒廢了很一段時間 如果你現在去到 他已經是外場的油漆 全部都掉了 然後有些廢墟攝影的外號子 進去拍照 都真的挺恐怖的 他是荒廢得來的東西 是很不整齊的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進去的關係 那些東西是非常凌亂的 辦公室的桌子 好像真的趕著走路走爛的感覺 但是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建築的外貌 建築的外貌其實就 有點像唐樓的 四四方方幾層很高 四四方幾層很高 白色外牆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不是很美式的那種建築 不是很美式英式的那種很華麗的建築物 你看真的像舊堂樓一座 四四方方 只有幾層口 當然現在就真的是一個廢墟 而裡面真的 建築的東西全部都荒廢 很恐怖 很凌亂的 有些東西可能是 以前用來裝一些衣物 布 藏單 現在整堆都丟在這裏 看過畫像 但是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說網上討論 一些人經常說很恐怖呢?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有幾個重點 可以說是怪談的重點 就相傳說 在他荒廢之前的十幾年前 就說在裡面的很多精神病人 知道什麼事情 突然間很多 全部都不在人世 而且他們再歸納說 這個地方做精神病院之前 是什麼地方呢? 原本是一個死過很多人的監獄 然後再追溯下去 網民再有另一個重點 就是他很恐怖的地方 就相傳說院長是自殺的 而建築物的主人 下落不明 所以就令到這幾大原因 就令到這個地方 傳出過很多靈異的傳聞 當然那些靈異傳聞 都不外乎是一般的 建築物會聽到的 就是可能有一個影經過 或者會有聲音之類 也都令到很多人 會經常去這個地方靈探 也有些傳聞 有些網民傳出來 就說十多年前 甚至是有人被殺 有殺人事件發生過 就令到那裡好像鬼影蟲蟲 但是到後來 網民說得很厲害 接著有人說 你這樣說法 不如江地政府 有人想辟謠吧 嘗試去追查紀錄 但追查紀錄之後 你先相信官方說法 因為如果你說 我不相信官方說什麼 就說不下去 總之官方說法 就說那裡 其實沒有發生過什麼兇案 根本就沒有什麼兇殺案發生過 就是假的 然後再有些人追溯下去 甚至有些媒體 找回那座精神病院 叫做繼承人 那些 其實是什麼人 原來繼承人 現在就已經 不在韓國 在美國生活 就是就老 然後有人問 那怎麼會去美國 原來說 當年那個院長 就好像說他叫做 不阻人世 就是走了 走了之後 就說他的兩個兒子 原來不想 承繼那個精神病院 不想繼續經營下去 原因 就是除了他的興趣關係 或者自己的想法 另外就說 因為原來那裡的渠是塞得很厲害 有一個渠務的問題 就是有些去水道的問題 就說如果要維修 是要給非常之巨額的一筆錢 所以他覺得不如索性不要經營下去了 算了 不經營了 就是叫做 close 了就算了 我記得好像 沒有記錯 日本好像有很多 醫療機構是所謂的私人 是屬於私人院 醫院去經營 就未必好像 在香港有很多私營 都好像一連串 有人盯著 但是那邊是很多 很私人去開的醫療機構 而 他們就決定不經營了 所以那個地方就 丟棄了 荒廢了 但是 為什麼後期越來越多的東西呢 源自是因為 太多傳聞出現了 所以太多人去靈探了 而當去靈探的時候 就會帶上垃圾 帶上噪音 等等 所以就騷擾到附近的很多人 附近又有班人過去 就變成搞這搞路 所以那時候 政府或警方就覺得 喂 班人經常過去這樣搞事 不是路 那時候 這樣像聖地巡遊 多一點 去參觀嗎 是啊 又不是聖地巡遊 總之很多人過去靈探 很多人過去探險 所以就令到 警方和政府就說 不如我弄些鐵巢 封過去吧 把人再搞下去 搞到附近的人 好像被你把人搞到 不知道怎樣 你不封有自可 一封就把鬼火 不是把鬼火 一副作品本身好地地 可能會有人進去探險城 但當你封在鐵巢網外面 整件事看起來好像 有東西了 靈異很多 好像有些東西想隱瞞 那變了更多人 湧進去 然後就在這裡靈探 變成這個地方的索性 已經成為了韓國的靈探熱點 當然 你也可以有一個 批判 會不會是官方說謊 會不會有空案發生過 也就是說 會不會有很多事 只是他們兩個公子 不承認這件事 就說是鬼渠無關 所以靠上那個地方 如果這樣估法 就不能估計了 所以只可以說 你也要靈探 或者相信靈異那方面的人 就會繼續去那裡 但有官方解釋 就說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這個叫做 韓國的南洋精神病院 其實大陸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荒廢了醫院 然後有很多人去靈探 然後騷遇到當地居民 又是找警察 之後又封了 又是更多人去 因為封了之後 就覺得好像有禁區的感覺 那個感覺好像更加 令人想進去 所以 叫做 雞和雞蛋的關係 少許多了 我們今次說了兩個 叫做多出名的精神病院的設施 的地方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又準備了其他地方 一些有關醫療設施的 一些故事或者傳聞 好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按區666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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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